从没见过如此尴尬的节目现场 甜心教主的一曲爱你再次红遍全网 节目组却演示不了费力却捧不红的尴尬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节目中 甜心教主与数位明星比赛时 一开口就让全场惊叹不已 且让沉寂许久的粉丝纷纷苏醒 可是 持续三个钟的节目里 王兴玲的镜头却只有两分钟 很明显节目组想要力捧的另有其人 被选中的人应该是郑秀妍 似乎顶着弱大压力的马桶台 想方设法都要让郑秀妍参加这个节目 在宣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制造声势 国籍 情怀 社交 言论等 各个方面都利用起来 在宣传曲的MV中都可以看到 马桶台给郑秀妍的都是出彩片段 让她在众多女明星中直接占据C位 甚至更有舞蹈的对脸直拍片段 张天爱和吴景妍却成了伴舞 然而 王兴玲的部分不仅缺乏个人特色 甚至只有几个镜头 直接成了陪陈淹没在人群中 虽说马桶台喜欢捧韩信已经不奇怪了 但我们甜心教主的粉丝团也不是盖的 节目刚刚播出 就炸出一大批真爱粉 使得王心灵的数据断崖式暴涨 从而让节目也跟着爆火起来 很明显 这一次马桶台失策了 对韩流的影响过于高估了 更是低估了80后90后一代网络主力军的力量 在唱片横行的那些年 有几个没听过我们甜心教主王心灵的神曲呢 为了防止甜心教主拿几天剧本 粉丝们居然直接把马桶台的股份都购买了 甚至还喊出口号 你一票我一票 心灵80还能跳 与此同时 想要力捧的曾秀妍虽然表现得无功无过 可也确实是记忆点不大 对于乘风破浪的姐姐三 你怎么看 你又会支持谁呢 欢迎来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